意外入虎龙 管理员惨遭咬死 周一在英国有一只老虎 咬死了一名动物园管理员 原方则表示这是一起离奇意外 哈莫顿野生动物园有四只老虎 而其中一只不知为何 在管理员Rosa King工作时 走进了他所在的区域 目击者说 其他管理员一边把肉丢进园区 一边大喊 试图支开老虎 但是都没有用 动物园的游客表示 他们担心有老虎逃脱 所以纷纷逃开保命 原方表示 这只老虎一直都没有逃出老虎园区 他们认为King的死是离奇的意外 也已经开始调查 老虎为何会在同一时间 跟他进入同一个园区 Rosa King享年33岁 他的家属说 他很爱老虎 没想到他会婴儿丧命